这三个指甲油的颜色哪个比较配我 我觉得红色好看 亮色 大胆点 我也觉得红色很适合你 那好啊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 那就红色吧 兄弟 你知不知道今天好像要来一个新宝学 知道啊 哎 单张这篮球是新买 眼光不错嘛 就是我爸给我买的 咱们两个去打球吧 试试这个星球怎么样 好嘞 月月宝宝 你数学题做完了没啊 借我抄抄呗 志愿 这个月你已经抄了我作业四回了 你就不能自己做吗 求求你了 月宝宝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 好吧好吧 下不为例 欣欣 沈夫人啊 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 沈总没有过来吗 他就出差去了 陈校长 我儿子能来这所学校上学吗 沈少爷要来我们这上学啊 我代表学校所有师生表示欢迎 少爷所提的要求我也一定会尽量 那就麻烦校长多看着他点了 儿子呢 妈先走了 哦 喂 校长 你刚刚不是跟我妈说 你能满足我所有要求吗 是的 沈少爷 你看你有什么要我做的 是吗 本少爷太上了你这个位置了 下来 我要做 嗯 对不起沈少爷 这我可满足不了 开玩笑的 你看你这老头真叫真儿 还是把少爷安排在赵老师的班吧 校长 我是赵老师 请问你有什么事 小赵老师来我办公室一下 赵老师 这个是沈氏集团的沈少爷 我把他安排到你的门了 好好的啊 好的校长 我知道了 那么沈同学你跟我到办公室吧 嗯 沈南安同学现在还没有上课 你可以先到操场逛逛 熟悉一下校园环境 好 知道了 来吧 林哲昂 我可不会这么轻易地让你得分的 就你那个小身板 还能挡住我 我要是没头进去 我就跟你信 不是林哲啊 你可骗了 叶玲月小心 嗯 小心什么 同学 小心篮球 他是谁 他为什么帮我挡篮球 同学 你没事吧 被吓傻了 啊 我没事 谢谢你帮我 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老师 你会该叫我了 好 再见 月仔 没事吧 我说你们两个怎么搞的都不注意看旁边有人吗 对不起啊 林哲 这是我的错 我把球打贴了 没事啦 我这不好好的嘛 再说你也不是故意的 好了好了 都回去上课吧 这节课是老班的课 你也迟到 嗨嗨 都安静 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今天我们班 非班怎么回事 这不是上节课的内容呢 值日生假的没菜 林哲昂 你下课干嘛呢 啊 光顾着打球 别忘了 尴尬了 忘记他天自己值日了 好了好了 下不为例 学下课看一下 回归一下正题 今天咱们班要来一位新同学 进来吧 好 大家好 我叫沈南安 很高兴与大家能成为同学 是他 沈 南 安 新来的转校生啊 好了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作业都已经写在黑板上了 千万别忘记写 只要是在没写作业 就把今天学的故事超五遍加十一 一大班长 谢谢你的笔记 我补习班的成绩出来了 我第二名 是吗 恭喜你了 严莫 我应该感谢你才对 多谢你的笔记 改天我请你吃饭 好呀 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个你是叫沈南安吗 谢谢你早上帮我挡了一个篮球 谢什么 大家都是同学 你没事就好 那个有什么我可以报答你的吗 嗯 我前桌说 你的学习成绩很好 那么我可以看一下你的笔记吗 学习一下 可以呀 这是我的数学笔记 给你 好的 笔记的志向系 字也很漂亮 果然 自如其人 是 是吗 那么你先看 我先回家了 自如其人 沈南安她是在夸我吗 最近好像一想到她 我的脸为什么老是红呢 难道这就是心动的感觉 姑姑 我回来了 艾玛 你回来了呀 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行 写作业去吧 你怎么在我房间 啊 你怎么回来了 我的小熊 别动他 谁让你进我房间的 哎呀 你怎么哭了呀 儿子 怎么了 姐姐他救我 他不让我闻小熊 我说你你能不能别老惹你弟弟不开心 让他动一下小熊怎么了 可是 这是我父母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了 好了 儿子不哭了 咱去吃饭 看来以后不能把这只熊放在桌子上了 要不然弟弟他又得动 哎 爸爸妈妈 我好想你们 为什么你们不到我梦里来看看我呢 来儿子 大鸡腿 摩排龙虾这都是你的 没人跟你抢 太棒了 真好吃 我妈做饭最最最像 天下第一大美厨 果然有妈的孩子是个宝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对吧 姐姐 对 对呀 我妈的孩子是个宝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而我就是那个小草 最不 我吃饱了 我要去学校了 中吃的太少了 肚子好饿啊 再这样下去 未必要饭了 哎 我的笔记本还有三明治 打球去咯 志昂等等 我桌子上的三明治谁给我的呀 你来得最早 你知道吗 我想想好像两班那个书呆子找过你 然后把三明治放那儿了 应该是给你的 好的 谢谢 对了 如果你碰见她的话 帮我说声谢谢 好吗 幸好有这个三明治 要不然中午要饿肚子了 来 接着帮你松过去了 回报答 你说好的 要加入来求社 好的 孩子还大丈夫 一眼即出 四马难追 好了 别管四匹马 我们先去社团帮沈南安保健队 求社你了 小安安 你就加入来求社吧 我为什么要加入啊 你看你刚刚的扣帽 有多帅啊 我们来求社就缺你这样的人才 你就从了我吧 只要你加入 我给你当牛做马一辈子 把队长的称号给你也行 求求了 我真服了 为什么一定要我参加呢 这样吧 你帮我把这包三明治送到林月的桌子上 我就加入 好嘞 这可是你说的 对了 记得别说是我送的 同学们一定要把这道方程 寄到你们的数学本身上 考试的时候绝对会有 好了 走进一进 大家晚会再去食堂 咱们先把下一题讲完再下课 不是吧 这老师什么时候能够脱疼啊 就是我父母还在门口等着呢 好了好了 老师也是在利用学习时间给你们讲题 数学老师 你还在上课啊 对了 帮我叫一下叶灵月 啊 行 叶灵月你先跟着赵老师去一下 恭喜你啊 灵月 作文比赛的名字下来了 你果然是第一名 谢谢老师夸奖 治疗之中的事 别太骄傲 对了 五千的奖学金已经打到你的手心里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叶灵月 咱们两个去食堂吃饭吧 对不起啊 叶灵月我还要回家呢 你还回去干什么 你姑姑每天就给你吃青菜 一点昏的都没有 估计人家很烦死了 你还回去干嘛 好了 我姑姑里不过是刀子嘴豆腐系 哇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怎么了 我平常不都是你的点回来的呀 姑姑呢 她在房间睡觉 你别吵 什么声音 姑姑在我房间吗 哇 你别走啊 啊 月 月月 你回来了 我这是在给你收拾房间呢 收拾房间 怎么会越收拾越乱 难道你是在找我爸的存折 我找你爸的存折 是为了跟你和弟弟交学费 交学费 你骗谁呢 每一年的学费都是我自己的奖学金代部 你只不过就是单纯的想找我爸的存折而已 你们给我出去 快点 终于收拾好了 幸好我爸给我的存折 没被他们找到 看来我只能离开姑姑家了 要不然那一家子人老是趴在我身上洗血 喂 你要去哪 还带着个洗蜜箱 我要搬走了 从今天开始我要住学生宿舍了 太好了 这个退了 可算这样子 你一个人行吗 你不会把存折 还有郊区那套别墅的房产证也带走了 还想着我父母的财产呢 你放心吧 我都带走了 我就算是给体贷也不会给你们骨子的 哎呀 小月啊 我最优秀的学长来找我做什么 校长 我想从住宿舍 不被姑姑赶出来了 我父母的那套别墅在郊外 上下雪的话路程有点远 而且也不方便 容易耽误我的成绩 手续我都办好了 你差三千字了 好 自签好了 我把你安排到了双眼宿舍 你一会去找宿舍 他会拿钥匙给你了 好的校长 谢谢你 好饿啊 中午没吃饭 未必要饭了 林月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你不是回家了吗 没有 我去做了一家中速生的流程 现在才做好 你脸色不太好啊 你中午是不是没吃饭 要饭未病了 你怎么知道 出了职业 我没告诉过任何人啊 这你就不用管了 走吧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来了 学校豪华午餐饮料 是鲜榨公司 这么多啊 肯定很贵吧 不贵不贵 我有食堂的VIP卡 可以打折的 你快吃吧 就当时我请你了 那好吧 沈南安 谢谢你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谢谢你 不用谢 同学本应该就互相帮助 好了 我就送你到这吧 女生宿舍的宿管可凶了 那就拜拜吧 我要回宿舍收拾一下 喂 校长老头 你在不来 沈少爷 你怎么来了 我不想走读了 我要住宿 你给我安排一下宿舍 啊 住宿 月月 你听说了吗 今天下午 咱们班和隔壁班 有一场球赛 啊 都快高考了 他们怎么还想着打比赛 你还记得不 去年咱们球队输给了隔壁班 林志敖还哭了好长时间 对 我记得那时候 15比23 差了好多分啊 但是今年就不一定了 对 我听他们球队说 沈南安特别厉害 打篮球 足球 乒乓球特别牛 没错没错 看来今年咱们是不会输的 林月同学 你下午有事吗 没事啊 太好了 下午我们打比赛 你能帮我们送水吗 我问过其他人了 大家好像都不太乐意 这种小事啊 没关系 很乐意为你们效劳 下午的比赛 要加油 哇 今天的球赛 没想到这么多人都来了 人好多啊 我还以为 只有咱们两个班的人才会来 怎么六班的那群小太妹也来了 今天的球赛 跟他们有关系吗 好了 人家只不过也来看看而已 哟 我还以为是谁呢 这不是三班的林子昂吗 你们怎么还敢来挑战我们班 今天这场比赛 我保证打击让你们毫无还手之力 是吧 我可告诉你们 今年我们班 来了一个超级厉害的人 知数十一 还不一定要 快看快看 我们班得分了 好样的 拿下他们一局 咱们班真棒 这么快就拿下了两分 说实话 林子昂别当队长了 让沈当安当吧 天 四班的真飞 就是这么快就打败了 还不如人家三班呢 那可不 不过 刚刚进球的那个帅哥 好帅呀 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帅的 我听说那个人 好像是咱们学校的普通 甚是集团的少爷 沈南安 少爷 那要是教你他 其实这辈子就吃穿不成了 男人 我看上你了 别拒绝几了 我宣布上半场比赛结束 目前三班十六分 四班十二分 你们都辛苦了 上半场打得真精彩 多喝点水 补充水分 打得这么久 我都有点乐 班长你去小卖部 帮我买点吃的吧 好的 好的 不是 你们两个 长真眼了吗 干嘛这么看着我 安安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咱们班长啊 每次一看见他 就特脸猛 啊 你们怎么知道 我有那么明显吗 自得自都是兄弟 我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我天 咱们两个 好像知道了什么大瓜 对对对对 两官运动能爱上学霸 没上你 我天 安月CP 他们俩给我所辞 我宣布比赛结束 三班二十五分 四班十六分 三班获得本次比赛的项目 太棒了 就是我看谁还敢说怎么看 安安 你真厉害 简直就是我们球队的王台 一班一班 世界第三 你好 沈同学 你好 你是谁啊 我是高三六分的李佩佩 你刚刚的球赛 表现得真帅 是你的杯子 你落在了球场 我帮你送回来了 不用太感谢我哟 安安听歌的 把这杯子扔了吧 为什么 杯子没坏啊 刚刚李佩佩可是拿你杯子喝了一口 你要是想跟她 借坚信借吻 就留着吧 咦 多谢 上周测验的成绩单都给大家罚下去了 但是我没想到 竟然有这么多人不及格 这些题可都是去年高考的题 哪道题我都讲了不止一遍 你们是怎么落到成功的错误正确答案 对 你一排那个 徐子远 行行 你以为考得很好吗 还在顺效 啊 不行 马上卷子来多题 老师 我做出来知道 对吗 不对 又做错了 这道题等于等号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心了 下课后找咱们班的班长 借笔记看看吧 叶大班长 求求你把笔记写给小菜了 小弟对你感激不信 借笔记就借笔记呗 干嘛这表题 看着怪事人的 拿去拿去 希望我的笔记对你有帮助 谢谢班长的大杂的 小弟对你感激不信 林月 你这是要去图书馆吗 要不要一起啊 正好帮我补习一下地理 好呀 那么咱们两个一起去补习吧 待会儿放学后一起去吃饭 言莫好巧啊 你们也来图书馆学习了呀 真巧 我是来帮林子昂补习数学的 要不然咱们四个一起补习吧 好啊 我同意 哎 林子昂 你问我说实话 你是过来聊妹的 还是真的来补习的 干还用问 我这么老实的人 肯定是过来补习的呀 难不成干嘛 跟你一样聊妹呀 我的英语补习完了 这么快呀 我还差一点 言莫 你下一刻要补习什么内容啊 我帮你打书 那你就帮我拿一下历史大纲吧 OK 我找找历史大纲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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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纲 找到了 藏得可真身啊 完蛋了 手滑掉了 林玥 快走开 哦 好痛 林子昂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 林玥 你没事吧 哦 任玥你流血了 快去送去医务室啊 沈南安 好了同学 你没事了 幸好口子伤得不太深 谢谢医生 下次我会注意的 医生 你确定没事吗 确定不用打个石膏 不用 这只是小伤 我那是小伤 用不着打石膏 我又没骨折 抱歉啊 我有点儿心急了 林玥跑慢点啊 怎么走这么快 嗯 没事 我等会你 对了 沈南安 你大学要考哪里啊 不是985 就是211 实在不行 出国留学呗 你呢 出国留学啊 我的话 在国内考一个就行了 对了 沈南安 你是不是一直喜欢我来着 你 你怎么知道 我表现得太明显了吗 说实话 其实我也喜欢过你 从你来这个学校的第一天 我就已经发现 我好像对你行动了 真 真的吗 那么 你能跟我在一起吗 我的回答是不能 为什么 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 要知道你其实很聪明 只要平常在学习上点心 以你的能力高考 一定能考上大学的 我就不一样了 我的梦想是比大 咱们俩的目标都不一样 而且你高考只剩40多天了 我们两个不能这样子耽误对方 耽误吗 那么你愿意等我吗 等 等你 对 等你我都考上了 各自最理想的大学之后 大学毕业 你愿意等我吗 我发现 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 那么 你愿意等我吗 等将来 我一定娶你 将来吗 好 我愿意等